我们可以用一指神功 或是食指神功 一指就是你用中指力道比较强 从这个中间这样往后 这样一直 用点的 先点 先点 拖还是就点 点完了以后 点了一圈以后 就整个头都点完了以后 你再用这个中指 用按摩的方式 用按摩方式 然后再用食指神功 就这样按摩 就在这个耳朵上面 这样满舒服的原因就是 有时候这样会很舒服 在按摩的过程当中 让我们的血液 能往脑部的这个地方集中 所以你有头鹰 或是你的吊滑等等 它让你那个血液 往这边提供相关的养分 跟养量 那自然而然 你这头脑也非常的清醒 然后精神也非常的好 所以 平常很少顾到这一块 对 因为有些 其实这个 刚刚那个潘老师 特别提到 比如说我们等红利灯的时候 结果有点要打盾 赶快就按按摩 就按摩一下 精神就来了 挺省心喔 我这个我是每天早上做 真的 起床的时候没有 起床是不是说要赖床吗 对不对 所以我都是起床的时候 还没起来的时候 然后我就在床上 先一边然后这样按 然后再侧一边 然后这样按 然后全部都这样按 所以常常起来的时候 你就觉得 所以你不知不觉 已经有这个 陈医师养生法的这个招数了 这个是我从健康通水 累积下来的心得 日积月累 就基于我们日月去精华 对 就早上起来说 在赖床的那段时间 要 我是从头到脚 都会这样动一动 但是重点喔 不要说只是应付了事 最起床的时候 你在现场 谁在应付 抓一抓啦 我这么说 压力应付不敢弄头发 5到10分钟 5到10分钟 这样效果就会好 5到10分钟啊 要做 你看为了健康后 我可以下头发 我看起来好像是假的 没有 等一下广告的时候 你都要去吹头发了 我们广告要10分钟才够 为了健康 我还是要长梳法 这是第一个 第一个 长梳法 那第二个是什么呢 第二个 汪老师都快要小弯腰了 好 长擦脸 双手互搓 36下之后 干洗脸 是手有温度嘛 先往外再往内 各36下 这要怎么做比较好 这个非常简单 我们这个食指就这样搓 一数 数到36 好 为什么要36下 因为到36下 它才会有热感 热感以后 然后你就开始 36下以后就拿下来 好 然后就 干洗脸 往我们的鼻子 往两边鼻子分钟隔 这样往外 这样 我的手怎么都有那烧焦的味道 你戳到烧焦 有油脂出来吗 对 已经起火了 往外好像是色相对 往外这样干洗脸 然后再往内的这样子 所以往外以后再往内的 这样一个情形 这个尤其到欧洲地区 就是过年的时候到欧洲 很冷的时候 所以偏冷的时候 偏冷的时候你抽一抽 别人都要戴什么帽 你都可以不用戴 真的啊 这么管用 好 这个我们也学起来 第三招 第三招来看看是 好 长蕴木 闭眼进行 眼球向右向左 向上向下 各做七下 然后先逆十针 再顺十针转圈 各转动七圈 我先逆再顺 现在就是眼睛自然闭起来 因为你怕阳光的这个 比如现在说面东啊 就眼睛 但是非常危险 因为指外线 所以你现在眼睛闭了 然后先像 左右都随便你选 你这样看 你一定要往后看到 好像后面是不是有人在 再要敲你或什么 你要尽量这样子 往后这样 那再来往上下 看上 都要闭眼睛 都闭了 很自然的闭 不要用力闭 自然上下 然后再向左下 左下这样看 左下这样看就是逆时钟 然后再回过头来 就是顺时钟的方向 你这样 你看一下 我们这样就对眼睛的 这个眼之翘 它有适当的运动以后 它烟味会让我们的眼睛肌 比较松弛 让我们营养眼睛的脉络脉 攻血比较充足 所以你就会耳冲 又木鸣 耳冲等一下会讲 木鸣 好 雅芳不要偷睡 等红绿灯的时候 等红绿灯的时候可以做吗 又是等红绿灯的时候 不行 这个不能等红绿灯的时候做 这会一定在家里 很静态的时候做 红绿灯的时候就吃水果就对了 太危险了 不可以闭眼睛 好 第四招是常弹耳朵 应该是吧 上下或前后方向 以手指弹耳 我们小时候常玩弹耳朵游戏 大了就比较少弹耳朵 是 因为那是要猜拳以后 再弄这样 对 输了个弹耳朵 它现在的方式是 事实上一个是弹耳 就是往前面弹 这样子 对 往这样 然后再往后 往后这样 然后我们知道耳朵很像什么 很像一个宝贝在子宫里面 就潜徐力这样 耳朵里面有很多的穴位 所以我们身体穴位 都反映在这耳朵 然后另外一个夹耳的方式 这样夹上夹下 夹上夹下 这样夹上夹下 这样有什么好处呢 因为你这样才会 刺激到里面的穴位 穴点 所以上下 一上一下这样 所以你看 戳一下 你看我们两位主持人 耳朵都红了